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撒摩尔记下第25天 撒摩尔记下19章24至40节 迎大卫重登王位二 扫罗的孙子敏菲颇舍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去的日子 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 没有修脚 没有剃胡须 也没有洗衣服 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 王问他说 你非婆舍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他回答说 我主我王 仆人是瘸腿的 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 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 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 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仁吃饭 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 王对他说 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 我说 你与洗疤均分地土 米菲颇舍对王说 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 就任凭洗疤都取了也可以 激烈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 要送王过约旦河 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 巴西来年纪老迈 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 他原是大富货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同去 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巴西来对王说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 辨别美恶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 王何必伺我这样的恩典呢 求你准我回去 好死在我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墓旁 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带他 王说 金汉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带他 你向我求什么 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众民过约旦河 王也过去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王过去到了吉甲 金汉也跟他过去 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接着上一段的叙事 本段处理几个人与大卫的关系 首先是米菲波社 他自述因为被喜巴宽宏 所以没有赶上大卫出城的队伍 大卫似乎接受了他的解释 将已经赐给喜巴的产业 又拨回一半 还给米菲波社 其次就是巴西来 他在马哈念的时候 曾经供应大卫所需的食物 所以大卫希望巴西来 能跟随入宫养老 能在物质上回报他 不过却被巴西来 以年龄为由婉拒了 并建议改由金汉入宫 大卫也接受了这建议 可能金汉是巴西来的儿子 这段叙事虽然铺陈简单 却可以看出大卫的处事原则 他对米菲波社的态度 显明他不是一个耳根软 妄下断语的人 虽然喜巴曾经 忏悔米菲波社 可是大卫仍然给予 米菲波社一个澄清的机会 他对巴西来的恩惠 则是证明他是知恩图报的人 这些都是大卫的优点 也是我们效法的典范 路加福音17章12-19节记载着一件事 讲到有十个麻风病患被主耶稣医治 却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 因此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说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原因就是基督徒常常会因为习惯于享受恩典 反而不像卫信者那样对恩典敏锐 圣经所说的警醒感恩 意思就是不要忘记为神的恩典做见证 也不要忘记向神献上感谢的记 在教会里 如果经常有人述说感谢神恩典的见证 不但能激励基督徒的信心 也能活泼整体的属灵气氛 让我们彼此期许 成为感恩的孝 能使全团发起来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怜悯我赦免我 因为我常常忘记感恩 以至于也常常忘记神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 也帮助我的教会 能够成为警醒感恩的器皿 阿们 导读神的话 哥罗西书四章二节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此精心感恩 阿们 谢谢主 使我们有祷告的能力 在祷告当中 被你兼顾与光照 证实地在祷告中 经历你与我同在 心大大的被你充满 感谢赞美你 阿们 是的主啊 我们要横切地祷告 因你的殿 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求主帮助我们燃起热情 使祷告的火永不熄灭 阿们 是的主 我要横切地祷告 即使每天会命令许多的征战 会使我与你的心隔绝 所以我们要横切祷告 保持火热的心 阿们 主啊 我愿有常常为人祷告的心 能不单顾自己的事 也能为自己觉得不可爱的人来祷告 愿主在我身上的祝福 可以大大的赐福在他身上 愿他也能够感受到 你对他有满满的爱 阿们 是的主啊 我要尽心感恩 免得我自大 求主提醒我 时常开口述说你的作为 感谢你的恩典 摒不住地祷告 与你更亲近 阿们 父啊 你喜悦我们向你不住地祷告 只要我们将心思次序摆正 知道你预备要我们行的 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 所准备的恩典之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